离铁又轻敌 国足领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表态 我们的技术部已经把日本男足研究透了 大家好 我是胖周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篮球 那么在视频的开头呢 还是有劳各位球迷呢 能够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给胖周的这个视频点点赞 先点赞再观看咱们言归正传 聊一聊 在五日凌晨 咱们国足的领队张鹤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过程中呢 也是明确的表态 那么在国足即将迎来的 与日本队的这场大决战之前啊 咱们国足的技术部门 已经把日本队 他们的整个球队的技术特点 以及他部分的吕欧 刘洋的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 给研究的差不多了 言下之意也就是已经研究给透彻了 是吧 言下之意我们国足这一次 已经抱有了一个提前很强大的一个自信心 我们已经做到了知己知彼 充分的把对手研究透彻了 就能够去百战不殆 那么很显然 在这场大决战即将到来之际 咱们国足在赛前又如此高调的 放出这番话语 也确实能够看出啊 是在吊足了广大国足球迷的胃口 我们不可否认 其实国足和日本两支球队 其实目前都是首轮比赛 遭遇了一场输球 而第二场比赛 将会作为一场分水岭式的一场比赛 那么国足赢球将会柳暗花明 但是一旦遭遇两年半 将会急转之下 几乎只剩下理论上的出现可能 所以说呢 这样一来就能够看出 这场比赛 不管对于日本 还是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 都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 所以说啊 这场比赛也注定会打得非常激烈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 日本队 人家这支球队 大部分的球员都来自于欧洲啊 这支球队整体的阵容框架实力 要比澳大利亚都强出去一个档次 我们替澳大利亚 替这支阵容残权不全的澳大利亚 最终都输了三个球 我们面对这支强大的日本队 我们拿什么去赢呢 或许难道仅仅是依靠着 我们技术部的人员 依靠着那些数据 来把对手研究透 又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或许这种强大的自信 这种赛前的自信 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我们队员在场上的 瓶颈欲望 但是实际上来看的话 你技术部把人家研究透 但是你不可能够把这种数据上的 胜利转化为球场上的胜利啊 对吧 球员在场上 如何能够通过 你数据上的那些分析 来转化为比赛的胜利 这才是最关键的 眼下来看 我们的国族队员 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呢 或许真的有些难 而且呢 我们知道 在第一场 我们输给澳大利亚之后 赛后国族内部进行了一个总结 总结我们为什么输给澳大利亚 最主要的原因 竟然让我们感觉到踢跳皆非 那就是国族内部认为 我们这场比赛轻敌了 我们低估了澳大利亚 所以说最终我们输给了澳大利亚 言下之意就是说 我们赛前如果不低估澳大利亚的话 我们能够做出百分之百的准备 我们能够全力赴去拼的话 或许就能够拿下澳大利亚了 确实啊 这样的说法 让我们感觉到有些可笑 毕竟在比赛中 我们跟澳大利亚之间那种差距 不是一个导刺上的这种球队 很明显 对吧 双方这种差距 一下子就拉开了 比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打得你毫无还手之力 体无完肤 所以说这不是说 因为你是吧 放松警惕 轻敌造成的 而就是我们整体的实力 不如对手 那么紧接着我们接下来又要面对一个 实力更为强大的日本队 似乎呢 现在看上去 包括我们的整个交界团队 我们的技术部门 我们的领队 包括我们的队员层面 似乎又犯了一个老毛病 对吧 我们又轻敌 我们确实具备一定的 暴冷的可能性 虽然说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起码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 但是在这种希望之上 胖中在这里 我们真心的呼吁我们国足 不要在这种仅有的 这一灵定的希望上在破灭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这种希望之上 我们需要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态 我们要保持一个低调 保持自己一个 全力以赴去 搏杀对手的一个欲望 对吧 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 才能够将这种 暴冷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说我们 刚刚看到了这种一丁点的希望 反倒是我们就自以为是 如果说我们抱着这种心态的话 那么或许这场比赛 我们又将会遭遇一场惨败 我们更多的时候要认识到 我们跟日本队之间的差距 当我们认识到这种差距之后 才能够保障我们的队员 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上了场比赛之后 才能够去跟对手打得更加冷静 那么只有我们冷静下来 上场之后脑子不慌不乱 才能够跟对手搏一到最后 否则的话 我们这种赛前盲目的自信 盲目的乐观 上了场之后 一开始踢 完全的大脑一片空白 届时又得让人踢得稀里哗啦的 所以说呢 这场比赛 我们也希望国足能够在赛前 低调一点 再低调一点吧 胖猪的球袜子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猪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猪的听听听听 聊段球